我們台灣看劇的人很多 但是關心這一部劇的人似乎不太多 至少他完全沒有在我的同溫層裡面 大家好我是Paul 週一到週五英文一起讀 這個劇叫做Warrior Warrior也就是荊州勇士隊 同一個字 你翻譯成戰士或之類的 勇士大概都過得去 這個劇為什麼要提到這個劇 因為這是我們台灣的導演 Justin Lin 也就是導了那個 差點講的速度與激情 玩命關頭好幾集都是他拍的 所以他真的也是台灣之光 我們的頻道也曾經介紹過他 有幸我還認識他的表弟Barry 所以是Barry告訴我有這麼一個劇 Justin Lin去produce的 不是他導的 但是他是製片這樣子producer 然後他是根據李小龍原創的一個劇本 所以怎麼能不介紹呢 而且他已經進入第三季了 6月就要播第三季了 我完全沒有概念 所以我很感謝他告訴我會不會看 因為他沒有在我所看的平台 所以他現在有在HBO的平台上 現在應該叫做HBO Max 我目前只有看Netflix 所以可能就看不到 除非用一些其他的方法 不過不好啦 來 所以我特別要講一下就是他這邊的一個背後的小故事 那這個小故事正好我人生也經歷過 就是Bruce Lee 也就是這1971年的這個李小龍 Bruce Lee 他那個時候呢 他就把這個idea講給了那個美國的一些電視公司聽這樣子 所以我們這裡看到一個他把這個idea講給人家聽 這個動詞叫做Pitch 就跟投球的投手一樣 投手叫Pitcher這樣子 所以你想像 excuse me 所以想像一下一個投手把球投到本類版那邊去 所以你是一個有idea的人 你想要把你的idea投給電視公司看他們接不接這樣子 所以要是你想要去 你是一個做行銷的啦 或做marketing啦 做市場學或什麼的 你想要把一個idea sell給人家的時候 我們就用Pitch這個動詞 所以在1971年 Bruce Lee pitched a series called The Warrior 他那時候就要叫他這個東西了 所以他pitch了一個 總之就連續的 我講連續句大概也其實是OK的 雖然說我們現在台灣好像很少出現連續劇這個詞 聽起來好像是上一個世代的事情 不過其實翻譯起來他還是叫連續劇 像最近什麼人選之人 或者你看的什麼 《絕命毒師》 其實這些都是連續劇說穿的 那我們頂多英文叫它drama series 這個讓我想要差題講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很多同學 就跟他聊天的時候 你平常嗜好是什麼 追劇 他用英文講就會說 I like drama 不好 為什麼不好 因為drama這個詞 他能夠涵蓋東西太廣泛了 例如說 例如說 drama也可以是家裡面吵架 OK 所以啊 這我爸爸跟我媽媽之間 一天到晚就上演drama這樣子 OK 所以你可以說我喜歡drama I like drama 這個可以imply的一個 一個可能表達的意思是 我喜歡看人家發生衝突 所以I like drama 所以還有一個詞叫drama queen 一般講女生 所以是皇后 戲劇皇后 什麼意思 就是一天到晚 喜歡搞事的女生 我們叫drama queen 這樣 那當然現代一點的版本 可能可以叫Karen 或者是 好 Anyway 所以drama 你就說I like drama 這是不太精準的 因為他有可能是 那一個意思 那當然drama還有其他意思 像例如說 舞台劇演的也是drama 對不對 所以難道你講drama 你可能講的是舞台劇嗎 也可以 可是就不是你講的電視劇了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要說 我喜歡追劇電視劇 你後面加一個series 就沒問題了 Hey What's your hobby What are you doing in your spare time I like watching drama series 這樣好一點點 這樣子 OK 好所以說你單講drama這個詞 我認為是不太精準的 這樣子 好Anyway 過來這裡 所以他pitch了一個series 叫做The Warrior In which he would star As a martial artist navigating the Old West 所以呢 在這個劇裡 他自己要演主角 很合理嘛 Bruce Lee 對不對 李小龍 那他就演一個武術家 As a martial artist 那他就在這個navigate 就導航的意思 所以他就在這個 就是舊的西部 在這邊走來走去啊 然後展開他的故事 所以他講的 The Old West 也就是老西部這樣子 所以不是西部牛仔 而是西部的一個黃種人 那1971年有人要看嗎 當然沒有 好 很不幸的在那個時候 種族其實還是 他是非常清楚的 非常的這個prominent 在這個社會裡面 所以說他這個idea 就沒有被picked up 所以but studios passed unable to envision a show around an Asian lead 所以他們就passed這個idea 他們沒有辦法來去envision vision這個字 其實一般理解為就是 像你的視覺 就是你的vision 那前面加一個en開頭 變成動詞 就是你能夠看得到 所以他們不能夠看到 不能夠有這個遠見 能夠看到一個show 他是圍繞著一個 亞洲人當主角的 so the studios passed passed on the idea ok unable to envision a show around an Asian lead 這個 lead 就主角這樣 所以一個show 圍繞著一個亞洲的主角 他們沒辦法看到 但是很賤的是the next year 夠了一年Warner Brothers 華納兄弟 aired a series called Kung Fu 所以沒過多久 一年後 這華納兄弟他們就播出了一個劇集 叫做功夫 然後starring white actor David Carradine 所以應該是你叫做Carradine 還是Carradine 我也不確定這個人位 不是很勾手 結果他就咬著一個白人 叫這個David Carradine 當成那個亞洲的功夫家這樣子 ok 所以簡單說就是 華納兄弟偷了這個劇本 Bruce Lee跟我們講 我們大概沒有辦法想像這個show 隔了一年生出這個show來 然後找一個白人來演 right 所以這樣當然是很傷人說真的 所以這個東西呢 後來還出了一個Kung Fu The Legend Continuous 就是又出了下一代這樣子 所以而且是很多年後 據了解好像還是找這個David來演的樣子 那這個我就有看到了 這個就是我的童年 那算童年也ok 我去很多高中的時候 電視上就演著這一個 Kung Fu The Legend Continuous 仍然不是黃總人演 很遺憾的 那個時候已經是1992年了 還是93年了這樣子 好anyway 所以A Premise That Raised Eyebrows 所以這個故事 這個設計 這個故事走的設計 我們叫那個Premise也是可以這樣子 ok 這個Premise就大家 哦嗯 什麼叫Race Eyebrows 引起大家注意力這樣子 所以Eyebrow就是 眉毛 讓你把人家眉毛給養起來 所以If something raises eyebrows It catches people's attention ok attention is caught 所以這個Premise就Race Eyebrows Though the studio denied It had anything to do with Lee's concept 所以但是呢 這個華納兄弟 他們否認了任何 跟Bruce Lee有關的這一個 你這個concept不是來自你這樣子 ok 所以真的是就偷人家的東西啦 好 所以這麼多年過去了 我們的領導演跳出來 Ok Director Justin Lin 那後面還講了他拍過什麼東西 Better luck tomorrow 或者是The Fast and Furious Franchise Sure Remembers being 8 years old When he first saw Kung Fu And couldn't understand Why Carradine was in the role 所以他八歲的時候看到了這個劇 Ok So he being 8 years old When he first saw Kung Fu Couldn't understand why Carradine was in the role 所以他沒辦法了解這個白人演員 扮演這個角色 所以他這裡quote他說的話 I was confused Now I didn't know why he was speaking in broken English 所以這個白人還得講很糟糕的英文 那明明是母語人士 講很糟糕的英文 就演一個亞洲人 那你根本是白人嘛對不對 So when he learned that Lee originally had an idea Just like Kung Fu He knew he had to bring it to screen 所以當他得知到這件事情 這個得知我們就不用know這個字 我們用learn這個字 Ok 雖然說我們一般把learn理解為學習 不過這邊用翻譯成得知是非常正確的 這用法真的很對 So when he learned that Lee originally had an idea 或許我這裡再補充講多一點點 我們這裡為什麼不能用得知 用know這個字 過去是new When he knew 因為new這個字是知道 那你在那個時候知道 彷彿你又imply現在不知道了 所以他當時知道 現在不知道 Ok 例如說 我眼前看著這個一個陌生朋友 可是我對他很有印象 然後我深刻的記得 在我三年前遇上他的時候 我是知道他的名字 他有跟我講 我們互相交換了名字 可是我偏偏現在不記得 所以我當然可以說 Oh my god I'm sorry I knew your name I knew his name 我知道他的名字 當時知道 現在忘了 Ok 可是我如果說 我得知了一件事情 這個得知真的發生在過去 那得知發生在過去也就夠了 我們不用去延伸到 到今天還有沒有繼續得知這件事情 因為得知就是I got it Ok 所以用learn是比較正確 用new的話會讓人家覺得 你現在似乎是已經不知道 而只有當時才知道這樣子 好anyway 所以回來這邊 So he learned that Lee originally had an idea Just like Kung Fu 所以當他得知到 就李小龍 就原本是他付出了這個idea的時候 He knew he had to bring it to screen 他就知道他必須把他帶上螢幕 好就把他拍出來 所以當然有分大螢幕小螢幕 所以這邊把他拍成劇 就是一個小螢幕沒有問題 And to do it with an un-whitewashed cast 所以他要怎麼做呢 他不要再用一個洗白過的卡絲 卡絲叫做cast OK cast 那洗白過 whitewash 這個是OK So he had to do it with an un-whitewashed cast That would honor Lee's story 所以這樣就能夠去 honor他的故事 這個honor我都不太翻得出來 So he teamed up with Lee's daughter Shannon 所以他就跟這個shannon Shannon就是李小龍的女兒這樣子 好像叫李香寧是不是 所以他就跟他組成一個團隊 然後就開始 而且這個李香寧還帶了八頁的手稿這樣子 所以這個bruce Lee 我在那邊講 把他講成布魯斯利 就李小龍啦 所以李小龍寫了八頁的東西 然後給他看 So he teamed up with Lee's daughter Shannon Who brought eight pages of the original notes from Bruce He says And together they brought those pages to small screen life 這樣子 所以小螢幕small screen聚集這樣 可以 好所以就拍出來了 很棒 所以在19年我記得就拍出來 然後反正現在翻來翻去 翻到了 拍到了第三季 所以他就是一個這個劇照你看到 好 現在當然沒有李小龍了 不過找了還是一個亞洲的Asian cast 來演這個劇 我覺得很棒 那希望大家有機會可以看一下 我們今天學了一些什麼字 可以先來複習一下 Vision是視覺 視線 所以Envision就是能夠去看得到 能夠預見得到什麼東西 Envision這樣子 所以這些studio很蠢 他們沒有辦法Envision 也不是很蠢 他們故意的 不想讓李小龍當主角 所以他們不能Envision 一個Asian person being the lead OK In this show 那可是這個東西後來出了 出成一個Kong Fu的劇 然後還的確Raced Eyebrow在過去時 這樣子 所以引起大家注意 還拍了第二個Installment這樣子 也就是我後來看到的 所以他後來他叫做Kong Fu The Legend Continuous 傳奇繼續 而且這個David到後來都已經老了 其實 好 然後我們剛剛說得字叫做Learn 不要把它用成No OK 因為No是現在No 過去No 可能是有區別 但是Learn就是那個時候Learn就搞定了這樣子 好 然後卡斯叫做Cast 好 那這個東西是白人來演 他就是一個White Washed Show that is White Washed 都是白人在演這樣子 好 Anyway到這裡可以了 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